在外满路了一整年 到了年关就想图个衣景还乡 第一套的穿搭设计场合呢 就是年末聚会 尤其是大大小小的同学聚会 内搭选择修身的针织裙 配上尖头中筒皮靴和丝袜 脱衫外套 凹凸有致的身材展示的一览无语 当然配饰也是不可或许的点缀 Tefany的项链手链平添一抹贵旗 不经意间扭露出精致感 外套来自于我近期新发现的 国货设计师品牌Visim Lab 宽肩扩形的设计 大气不落俗套颜色 以及良好的面料都是非常扎分 细节处也记得起推敲哦 口袋上的牛仔logo 双层设计的大衣开口 以及我最喜欢的超宽链肩 简直是牛肩心人的福音呀 包包上我选择是大尺寸的香奈儿链条包 均装大衣的阔气 撑得住大马香奈儿的霸气 包包也和尖头皮靴的精致 彼此过硬 内大的香奈儿的腰链 也暗和包包的气质 再冷点的话 可以配上一条棕红冰色的围巾 随意的堆叠在领口 薄暖的同时 红绿状色更加吸睛 扣上大衣扣子 静腻均装风 脱下外套又是身段气质绝佳的预解 不过分高调 但穿搭的细节 又恰如其分地让大家知道 你今年过得蛮好的哦 最精致的装扮永远不是为了男人 最贵的妆容 也只是因为想见最好的姐妹 因为这种女生看得懂 你心思花费在那哪里 内搭选择的是 Mongo的辣眉真质套装 这一套真正是可以从夏天穿到冬天 无论怎样排列组合搭配 都非常好看 橙色的景深漆皮长靴 算是我今年的大胆尝试 厌倦的千片一律的黑色靴子 意外发现亮色靴子也非常好看 珍珠为主的上列耳坠 为整套穿搭平添一风温柔 绿色的羊毛大衣 简直就是为新年专门准备的 晨曼的冬天 正需要这样一件亮绿色的来点亮 大胆尝试了橙绿的撞色 意料之外的好看 颜色的碰撞 压光七平面料的对撞 让这一身格外吸睛 包包上选择也是橙色的BV编织包 配饰上颜色的统一让撞色更加极致 BV编织包真的是百看不腻 且非常有质感 压光皮细腻的反光 质感一瞬间就被眼睛捕捉到了哟 花里胡哨穿搭 意料之外的好看 和姐妹在一起 当然要大胆尝试做自己 最快乐的事情就是 我喜欢你的项链 你看上我的大衣 在一起分享穿搭的同时 也是分享彼此身后的琐碎美好 过年又怎么能少了 让人头疼的见长辈和相亲呢 这一套的关键词就是温柔大气 雷达的选择也是非常克制的 白色针织套装 搭配白色筒靴 不过分强调身材 更多的是营造软弱温柔的气质 同色系的雷达 这个up up up 手势上的选择也是非常简洁 仅作为你新的点缀 这一件大衣的着重也在于面料和质感 来自于淘宝上号称 百事百富克Max Mara大衣的猛著名店铺 到手以后发现 它跟我手上的Max Mara大衣之间 还是有本质的差距的 面料是长毛的羊肉面料 摸起来还算柔软舒服 包包选择上也是极简的BV鞭吃包 深灰色搭配白色 真真是白富美本美 一部世卫一款性价比高 做工良好的大衣 并竟价格只有原版的十分之一 镜头里看光泽度更加好一些 走路摇摆间 确实会有水波纹的质感 内搭软弱温柔的白色珍珠裙 显得整个人乖巧可爱 见了长辈 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给你半年红包吧 接相信对象 更是最佳的安全版选择 碰到喜欢的对象 也可以暗粗粗的秀出自己的眉腿 聊到它找不到呗 厌倦了刻意的装扮 那过年随意的逛街穿搭 正和礼仪 舒服百搭的牛仔裤 给你更多的轻松自在 上半身选择的羊绒打底衫 搭配珍珠背心 秋冬叠穿的奥秘 比例不要太好 外套上选择的是灵格纹皮夹克 防风保暖同时更加随性自在 黑白黑的叠穿视觉性点满 包包上大胆选择了绿色拖头包 让一身黑白穿搭更加亮眼 包包的大容量也让你逛街更加自在 没有什么是他装不下的 这一套就非常适合日常和家人朋友出行逛街 换成运动鞋还可以去爬山看海 既可以悄无声息的融入人群 也适合街头拍照凹造型 在程度坐在该边边喝茶也是非常适合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观看 记得问本期视频投逼 点赞 收藏 转发哦 你们的支持 使我把视频做到最大动力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